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心见成 你有你讲 欢迎大家收看莲花卫视现场直播互动节目 澳门开港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 林宇涛 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改善的士服务质素的问题 很高兴请到两位现场嘉宾 请到的包括澳门的士总商会副会长 林世威先生 林先生 你好 也请到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 郭梁迅先生 郭先生 你好 两位嘉宾会和大家一起探讨 有关如何改善澳门的士服务质素的问题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 2878-9192 2878-9192 或是通过萤光网上的网址 或是澳门开港的Facebook专页 与我们互动交流 在这里也提提大家 我们以后的澳门开港的片段 其实都会放上网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重温 或是我们先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无应临时支援计划 今天开始接受登记 卫生局客下七个卫生中心和卫生站 接受一岁或以下婴儿的家长登记 协助购买奶粉 卫生局局长李展潤 说有关工作开展顺利 排队轮候的人留病不是太多 其中最多人前往登记的黑沙环卫生中心 同一时段大约有20人办理手续 他相信是响应当局呼吁 无需急于即时登记 对于市民希望将保障范围抗展 至一岁以上的婴儿园 尤其是三岁以下 李展潤说 保障一岁或以下婴儿奶粉供应 是今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目标 其他联盟团的婴儿奶粉保障暂时未立入计划 他重新政府会持续跟进检讨 试推行情况改善安排 一名本务男子 怀疑因为没钱结账 被人用电枪攻击和勒索 司警说 案中受害人到田半街江新大厦某个单位按摩 怀疑因为没带钱 被人嘔打和用电枪攻击 受害人被取去证件勒索一致缘 司警在单位之内拘捕两男一女 控告三人勒索和商人 其中两人涉嫌触犯禁用武器罪 司警相信案中的电枪是在内地购买 本路石油器由明天即是29号开始减价 进装石油器每公斤减价9毫八仙 以13.5公斤装计 每瓶石油器减价大约13元 中央石油器亦都会在明天开始 每立方米减价2.3毫八仙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的士服务质素的问题 欢迎观众朋友 继续打二八七八九一九二 二八七八九一九二 或者通过营光网上的网织 或者澳门开港的Facebook专页 和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我先看看有些网民 如何看澳门的士服务质素 有网民说这些是老问题 大部分地区除了赌场酒店之外 其实也很难有的士 叫黄的士又要等很久 甚至是没有 真是他们很生气 这个网友就说 也有网友就说 其实现在打黄的电话 要不就不通 要不就没有人听 要不就没有车 很浪费 另外有居民就说 应该就将这个白牌车合法化 或者将这个夜场回涌视为犯法 而且他很不认同 有些人说现在的士牌太贵 令到现在的士要靠回涌到日 因为理由很简单 澳门不是所有的士牌 都是八百多万 多数都是十几年前 以低价的时候投得 不过当司机有其他方法赚钱的时候 或者车主要加租的时候 司机才会做一些额外的收入 也有居民说 他住在下環街 每次打到黄的都没有 其实中级法院之前 就驳回了宏益电照的士有限公司 提出有关的士特别准召批纸约合问题的诉讼 其实有关的情况就是说 争议点在于宏益认为该公司只需要提前六个月 以书面通知就可以自动续期十年 但当局认为宏益需要提升特别服务的水准要求 好像提供预约的士服务 无障碍的士服务和指定后车地点在旧区等等 这些的士服务才可以续约的 这个诉讼早前就有一个结果 或者在此再和现场各位嘉宾去探讨一下 其实亦都想问一下林先生 怎样看今次黄的续约的争议 居民其实最关心就不是争议 最关心是怎样提升整个的士服务质量 包括黄的其实在应照的问题上 怎样解决,怎样令居民在旧区或需要时都能坐车 其实是这样的 黄的其实正确的名字是电照的士 当然他的负责人在公开场合不承认自己是电照的士 这就是另当别论 但当年电照的士的成立就是弥补现在黑的不足 因为当时属于一些偏远的地方 譬如丹仔一路环 当时澳门未完全发展成熟的时候 当时是叫做一个偏远的地方 当然当时打的士相对困难 所以协议会成立一个叫做电照的士的功能 当时其实是有做电照的服务的 当然因为日子的改变 以及可能政府部门的缺乏监管 令到电照的士不再电照的士 我想澳门政府和黄的打官司的争议 就是你为什么不电照 因为你的功能是因为你的功能是电照的士 因为你的功能是电照的士 其实这个争议我相信就是在这里 其实你说现在政府和电照公司的争议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我相信一般人都未必会了解到 究竟他们的争拗点在哪里 现在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就是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简短的公布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短期的续约 短期究竟是代表多久呢 五十年或者五个月 这件事其实我们业界都不清晰不清楚之余 其实我们怎样去令到整体的的士服务会改善呢 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说过 其实电照的士在现在澳门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来说 是一个必须的服务来的 我们刚刚来说在的士行业来说 是一个空白的 包括一个预约的士 或者一个电照的士的功能 我们都没有的 如果是不是这个最好的时候 甚至黄迪又一个续约的时候 我不介意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们继续做应运 我相信在我方面 我们绝对或者我们业界都不会觉得 这是很大的问题 问题的争拗点就是 其实你怎样与黑的士分开功能 因为其实如果黑的和黄的 大家的功能协调 我相信令到大家能够乘搭的士的机会是大增的 令到大家的争拗点不会太过强化到 究竟你为什么不能乘搭车 又不能进入旧城区 又或者长期担保车 本身电照的士应该发挥这些作用 其实主要电照的士就是弥补黑的不足 但是现在没有了这一部分 令黑的士都受了灾难 被人去投诉 所以其实可能要厘清一个条款 以及真的服务到居民 可能这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其实梁兄是怎么看的 其实历史为例下来 其实现在黄的到现在都差不多经营了二十多年 其实在回归之后 有没有改造其他合约呢 大家都不知道 等于现在我们经常看传媒 文字部 知道政府说赢了官司 赢了之后他要做什么 大家不知道 只是短期续约 其实在我们的角度 短期合约 真的要厘清楚是如何短化 十年八年三个月 其实之前都续了一次短期的 就是十八个月 我们其实担心 一定要政府要透明一些 如何短 其实他们包括自己 很多黄的司机都跟我们说过 他都害怕 短成什么 他可以持有多久 可能駕駛三个月或一年半载 对于他生计一定是有影响的 就是担心 是的 如果政府公布一个期限 心里有着手 大概一百部车有成二百多个司机 如果影响到二百司机的生计 政府一定要考虑 如果他可能只要半年 他可能会有没有转出 转出黑的 他会不承车 他会不承车 因为我认为半年后 我没有工作 我想在很多场合 政府要详细公布 现在他和黄的 是真的在里面 说什么 政府要去做什么 能不能做到 還有我們真的擔心短期合約 18個月它繼續做多久呢 是不是做8年呢 或者做10年呢 我想需要政府多些透明 就出份新聞公布 連我們業界都很擔心這件事 如果真的續3個月 有200個司機要折彎出來 他要折彎黑的會融入黑的市場 令到我們人力資源突然變多了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有需要詳細一點 公布所有的細節出來 讓我們業界知道怎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同事都準備了一個新聞片 就這件事詳細將此末告訴大家 大家去看看 特區政府和弘益電照有限公司 簽署的100個的士特別准召續期 將會在今年2月6日屆滿 日前中級法院駁回弘益電照有限公司 提起有關的士特別准召批 續約問題的訴訟 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歡迎 因應弘益就判決有10天的上訴期 現階段政府除了研究分析判前內容之外 並且會積極跟進後續的工作 包括研究增加的士特別准召 和營運公司的可行性 回應公眾對的士服務的訴求 同時交通事務局將會再次和弘益短期續約 避免現行的士數量減少 有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認為 政府和電照的士公司這次的訴訟 釐清了一些關鍵的經營問題 交通事務局需要借今次的勝訴契機 有效落實對電照的士的監管 進一步回應社會對電照的士服務的長期訴求 尤其是提升應召率和復康的士服務 也有聲音認為當局應該加快研究建立 增加的士特別准召和營運公司的機制 以備日後相關公司服務未能回應社會需求時 當局可以盡快引入新的經營者 更加好地回應公眾的訴求 我想的士問題確實是大家都很關注的 我們在這裏接到觀眾朋友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你好 韜先生你好 黃先生請說 大家好 的士服務的訴訟問題 你要從很多方面去研究去探討 不可以單單說某一方面 你先說一下的士司機是否進入舊區的問題 交通過程度首先要解決交通劑勢問題 對嗎 對嗎 你的的士司機 大家要公平地說 他的的士司機不願意進入 因因他失車找不到車 應該就是這樣 對嗎 乘客認為的士不進入舊區 也是不行的 因為沒有的士 對嗎 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交通局 要想辦法才行 你的交通經常都這麼擠塞 車是這麼出 但有沒有一些交通擠塞 確實要改善 但有沒有一些可以 短期有效的建議 黃先生 即是交通劑勢 短期有效 你現在的黃的那裏 就可以做些事 其實現在 黃的那裏合約了 是不是應該在舊區設些 給黃的的士站 或者提升應召水平 就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應該都要有幫助 你黃的本身是應召的士 你那個合約 為什麼可以去排隊 應該規範在舊區那裏走 可以 合約是可以射的 是吧 你規定黃的不可以排酒店 即是不可以排機場那些 可以車後走進舊區 其實現在這些 好像一向都有要求 但是不是執行上 不是那麼好 黃先生 你覺得有沒有執行到 我沒有看過那些合約 但如果合約真的有這樣的 他有沒有執行到 其實 應該是酒店 你那些人可以 不過機場就可能 澳門的酒店 是吧 那你第二個問題 你那個 那個 那個 的士那個 那個 那個 租金的問題 也很重要的 你覺得是怎樣 你那個 你現在租金位 那你的 的士司機怎麼賺錢 嗯 那你可以 學習台灣 是 是吧 即是就由 完全開放了市場 即是沒有限制 只要你申請 就可以做 是的 可以用這個方法 嗯 那你帶把的士 你找到聖民買 找到聖民買 其實也對 尤其針對一些 舊區的 一些需要 特別的士 其實這些特別的士 是否可以特別要求 甚至乎 其實免了一些排費 其實大家都認同 最重要是解決到那個問題 是吧 是的 你很多東西 你現在那個油價 都很大問題 油價 你用的油 比香港 明白 你用油渣 你貴過香港很多 相對於香港的 應該是石油 的士 貴 是吧 你香港油渣 和澳門油渣 你澳門油渣 你澳門油渣 比香港的 應該是貴一點點 貴了一個多 繼續過多 明白明白 是吧 OK 你很多問題 你不是單一個問題 可以介入的士 科服務數字問題 但是比如 黃先生都想請教 針對黃的 有些什麼具體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呢 有些意見 我覺得他應該做回本身 就是電照 做回本身 以後 改善了很多問題出來的 明白明白 因為現在 我們看到很多黃的 都去了探製公司 那邊排隊 是吧 明白 那你怎樣讓他 進去救區呢 就是汪雲的想想 那些是吧 OK 那黃先生暫時跟你談到這裡 好嗎 OK 多謝黃先生的電話 還有鄧先生的電話 鄧先生你好 喂 鄧先生請說 你好 怎麼看的士問題 的士問題 我說 我去年 試過 利澳 結四輛的士 都結不了 然後 他是完全沒有反應 還是問你去哪裡 之後怎樣 他直接問都不問你 他呢 他的士去到利澳 嗯 下了一刻 我上去的車 他不是那個士去下車 走到那個櫃位那裏 不知道說幾個字 然後 他都不理你 那你上車那裏 他叫你下車 你等一陣子 下車 好了 第二輛又是這樣 他走出去馬路折 又是這樣 他就走了 但你這個 我可能 然後呢 我走到金壁那裏 停滿了五輛車那裏 那些司機停在外面 沒有司機在那裏 你上不上車 嗯 上不上車 好了 然後還要走 走到蒲驚 舊蒲驚大門 才能接到那一輛的士 離開的 你說你要走到蒲驚接的士 你現在這樣說 澳門 你最後去哪裏 我回去馬國那裏 真的都走了大部分 三分之一 可能 是的 這樣接的士 澳門 鄧先生 其實你這個問題 跟剛才說 舊區又有些不同 你現在已經是酒店區 在說選客 甚至乎拘租 是嗎 是的 我最驚喜的是 我離開四輛車 每個人都下車 跟櫃位那裏說話 不知說什麼 我就不知道 你覺得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想法 覺得應該要去做 或者無的 發多些牌 你覺得發多些牌就可以 我叫他買車 買多兩輛車 最好買兩輛三輛四輛 嗯 是嗎 這樣就讓他塞 塞就塞 大家就來不知 你叫我乘搭公共工具 我乘搭 但是這樣也比較消極 鄧先生 不是消不消極 大哥 你可以離我走去那裏 誰可以 但是鄧先生 想問一下 比如電照的士 電照的士 那方面 你有沒有想法 覺得有些東西要落實 都會改善到一些 你覺得 電照那裏 你打電話永遠都沒有車 其實電照就是 只有一個講字 你合約那裏寫著是電照 是沒有的 正確的應違反合約 所以鄧先生 你個人覺得 其實他做到本分 可能有些問題 都可以解決得到 是嗎 我想他解決不了 這個的士問題 老年都解決不了 你多發牌 每個人買車 沒有問題 大哥 你試過坐的士 行程公里遠 才能找到的士 其實很坦白 其實鄧先生 其實很坦白 我也很久沒有搭過的士 這個是真的 因為實在接不到 是的 你試一下 在馬國 不要去馬國 在河邊 新街 近夏文街市 那時候 我站一個小時 不見的士 我真的站一個小時 有 有客人過 空車的人沒有 但黃的那裡 其實聽一下鄧先生的口氣 可能沒有太大期望 是嗎 我還沒有 他寫明電照 你也不是電照 他也沒有 那些電軌 他違反 但如果新合約 續約的時候 就是明式這些 還有一些具體的要求 一些應召律 或者這些 你覺得認不認同 我認同 認同 沒有什麼信心 只不過是嗎 沒有信心 我對這個的士行業 沒有信心 我試過打電話 去交通事務局投訴 投訴是怎樣 第二晚又是這樣 第二晚又是這樣 他去交通事務局 叫我上去 我正在工作 打電話來 你有沒有一些具體 有個案去投訴 鄧先生 我投訴過 例如你是不是上過 拒載 或者這些 有比較清晰的資料 給交通事務局 排排 幾點鐘 他排名叫 即時排 我已經打電話 上交通事務局 但到最後怎樣 半年後 他就回覆我 你是不是有個人投訴 你上來 怎樣怎樣 我正在開工 我怎樣上來 那最後 你有沒有上去 我沒有上去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剛才觀眾朋友 也提到兩個重點 其實對黃的服務 其實不抱其望 甚至乎續約 其實都沒有什麼信心 即使他們當然希望 回應應召律的要求 但可能大家真的信心不足 這方面也想請教兩位的意見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法令到黃的能夠至少滿足居民的一部分需求 現在可能電照的士就等於沒有電照 其實在今年年初 當政府公開訂求這200部的士的時候 我也建議政府採取另外一個營運的模式 以電照的功能去出這200部或者300部的電照的士 特別服務或者特別的士牌照 因為其實你現在看回 其實現在我們在市面上 能夠接到的士的機會 其實居民一般來說 其實都不太容易 特別在一個繁忙時間 或者天氣不太好的時候 你接到的士的機會相對是比較難的 平時繁忙也繁忙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無奈 澳門人沒有理由搭不到的士 這件事我認為說不過去也不合理 又鼓勵公交 但是搭不到的士 問題是電照的士的功能 其實應該要將它回復正軌 真的要電照作為一個營運的模式 其實以往九幾年已經開始有電照的士 但是從來沒有預約電照的士的功能 趁現在這個契機 我覺得黃的也好 電照的士也好 我覺得應該讓它繼續營運 也不應該產生一個叫做斷層的時期 但問題是每年的續約的標準 我給我一個建議 即是給交通事務局 或者政府當局也好 續排的標準 就應該以它應召的那個率 作為一個合格的標準 怎樣去比喻 例如林先生 你每個月大概會叫一泊次的士 九十五次你都上到車 我相信你會滿意 如果以這個標準作為它的續約標準 我相信大部分可以解決到搭車欄的問題 其實也不存在哪一個區分 因為我打電話去它的召台 其實它不知道你是舊區 或者是旺區 或者任何區 你都要到達 如果它的功能 它的生意功能 只可以去電照 我相信 居民搭到的士的機會 大大增加 好了 當它達不到這個標準 怎麼辦 遞間做 我相信在這個壓力之下 電照的士一定可以達到它的標準 還有比較專注 應該都比較好的解決問題 其實梁哥怎麼看電照服務 怎麼可以改善 其實現在 以前 黑的是沒有電照服務的 只是有黃的那些 但是市資現金 基本 黑的百分之九十幾 全部都是有Walky Talky的電照服務 其實是有需要 將電照服務更加加強 在這個黃的和政府的官司 之後我相信 希望政府就做一些技術方法 其實我們現在會有一個召台 我們每輛車有一個衛星定位 會知道它有沒有在哪個位置 和空車率有多高 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地圖 可以知道它 如果空車的 我們會告訴你 哪裏有客的 我們做到一些服務 其實政府一樣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譬如在新營運模式 舊很難搞 是不是願意安裝 新的模式裏面 可不可以做這些方法 譬如和電照的士或簽約 要它有做這件事 看到它有沒有多少空轉率 利用那個空轉率 來做多些生意應照 以及我以前也提過那個方法 如果在新營運模式裏面 加評鑑機制 巴士現在正在行的評鑑機制 其實的士都是公共交通工具 都要下的評鑑機制 在新造的 下的評鑑機制 如果 但是評鑑機制 會不會是公司模式經營才比較有效 我想也未必 應該在的士規章裏面 寫得下去 以後都要做 我想首先在一身續約的 或者未來續約的黃的裏面 做一些評鑑機制 評鑑機制一定要公平些 不能夠只有政府評鑑 有第三方評鑑 要做好些的評鑑機制 是符合到政府要求的 譬如要求率有多高的 這樣做評鑑機制 如果不能達標的 或者可以扣分 或者會政府有方法 怎樣罰款 或者停一段時間 我想這些要政府考慮 但我覺得用一個評鑑機制 給他們新造的或者續期的要求 要求 如果你沒有要求 都是維持現在的狀態 否則的話 可能舊區始終都是 或者居民的需要 永遠都解決不了 舊區 其實在我們黑的那裏 先說黑的那裏 電照還電照 其實我們舊區為何不進入呢 其實我們做的模式 多數有八成都是來自自由行 遊客在口岸、酒店、賭場裏面 其實他上客 譬如在關閘 他會去那裏私人 當然沒有理由空車回到舊區裏面做 一定在那裏排車 排車可能都會去關閘 或者去那裏馬車 即可能來來去到那幾個點的來回 他很視乎客人控制你 他沒有理由吸了旗 走到舊區 他都要做生意 其實主要就是乘客帶去那裏 所以舊區的問題 可能都需要一些特別的要求 或者特別的服務 才可以比較好的解決 在這裏我們還有徐先生的電話 徐先生你好 你好 徐先生你怎樣看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 請講 你們經常都說的士怎樣的士 我覺得人每個人都自私的 切身處地 如果你是的士司機你會怎樣 即都不是很願意入舊區 你自己駕駛車 你會不會選一條通暢的路來走 你駕駛車進去 好我賺你幾十元 接著我塞出來 可能沒有客人 那麼一個小時 賺了你的二三十元 那你又感覺如何呢 是不是 有時的事情不要只罵的士佬 我講一句 即是我也覺得很氣憤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士都沒有的士坐 就正如我們有三間巴士公司 我們都沒有巴士坐一樣 為什麼會這麼氣憤呢 但是徐先生 你覺得有什麼建議可以解決 我想聽一下 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不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要緊 可以大家出來講出來分享 例如你說電照的士這樣 有一個牌照 其實澳門只有一間電照的士 其實澳門很多車 即是司機 他根本不是車主 的士牌炒到這麼貴 我們都是沒有的士坐 發多一千個都是沒有的士坐 那我們可不可以又考慮一下 引入一個機制 例如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有些專型的 類似小巴之旅的 其實的士都可以 你不用可以電照這麼大間 你五輛的士已經可以給你做一間公司 但是他們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你覺得這些的士 當然要 第一個 你一定是要有一半時間以上 你是準備好 要聽電話的 例如你一三五二四六 或者點一分時間 總之你至少有五輛 那就可以有一間電照的士公司 我們現在很先進 有些智能手機 可以叫車 其實可以點對點 或者可以學台灣 我的車如果經過政府的認可 其實什麼型號你都可以參加做的士 我沒有工作 台灣就是不需要如先頭牌 不用的 我每兩年續一次牌 如果我被人扣五幾粒分 我沒有得續牌 即是亦都有些處罰的機制 我們現在公司可以釘牌 沒錯 可以釘牌 五眼六色的 黃色、綠色、黑色、白色 甚至橙色的的士還有 通街都可以 我沒有應付 徐先生也想請教一下 其實在交通事務局的新聞稿裏 都說 其實他可能將來都會設一些指定的後車 希望要求電照的士去駕駛 沒有用的 你覺得不行 沒有用的 根本不實際 澳門隨上隨下 如果你說要執行的話 通街都是黃線 但他的意思是說 做一些專門的後車是怎樣的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明白 通街都是客人 你的的士司機會不會走去等一會 所以你覺得反而有適當的電照服務 就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開放的的士服務 每三年更新一次 不要八年了 每三年更新一次 明白 五眼六色的的士隨便你 你喜歡用七人車做就可以 你喜歡用麵包車做也可以 假設 能夠通過公務運輸檢驗 通過民政署檢驗的話 好 我就發三年牌給你 明白 然後你不行的話 你壞了 被人釘了 因為你的標誌很鮮明 那些顏色 可能有16種顏色 每個不同公司的 你死了 徐先生 暫時談到這裏 多謝徐先生的意見 還有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 怎樣看電照的士文 你好 我很多年前 黃的一出的時候 我是在做龍頭的 龍頭行業 我們當時 凌晨六點鐘 晚上兩點鐘 打電話去黃的一定有車 那時有多少年 可否具體說 陳先生多少年 我退休了五年 他們剛出的那班黃的那時 可能九十年代 對 八十、八十、九十年代 就是這樣 九五年左右 後期 不知為何 靜一靜一靜 打電話去都沒有 要自己死去街上截車 後期靜一靜一靜 連截車都沒有 現在我大大話說 兩位先生 林先生和郭先生 我沒有光顧你們的行業 起碼是有一年 因為我不是我想 不想光顧你們 而是你們根本上 沒有機會服務到我 所以我很對不起你們 我再說一說 為何我們的士 沒有車 正先說 在舊區 以商業利益來說 我租車我一定不會去的 要我是的士司機 因為第一我車租貴 第二入到裡面塞車 那我呢 郭先生 你是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我就希望你聽聽這些 我給你們一點點 余見 請說 不要緊 那我就不想說 因為我沒有錢收到 我開車要有利益的 你們開會也有錢收 是不是 不要緊 你們應該 所以現在我們特區政府 第一黃迪要它跟回合同 就是電照 第二 特區政府再多一批車 又是給一間公司做的 它出來又是第三種顏色 它規定它的營業時間 就是 晨早八時 到午夜十二時 為什麼這段時間呢 因為如果 晚上十二時到凌晨八時 你還在街 就是大家你們的行業 是大家被焗死的 它這班車就是表明它是不能夠排隊 包括賭場、酒店 是不能夠排隊後客的 它只可以在街上走 而政府批這些車出來 應該是要便宜 總之就不是以錢為目標 是的 令到那些司機它可以便宜 變了換了 回頭它的經營成本就低了 它亦都可以去到處去 而且說明有特別的服務要求 大家都會知道情況 當然要列清楚 在公開列清楚 還有一件事 郭先生 我就有點奇怪 不知為什麼你們行業有些人事 我就不敢說它短視 當政府說發車牌的時候 你們有些行業說不要發車牌 我就有個奇怪 你們現在因為那個機動車行業 是皇帝女來的 是沒有外勞的 你多發車牌 換句話說 就是增多捉少 車多就開車的少 只有害怕 就只有寧先生他們害怕 因為沒有人開車 他要減租 你們司機便可以給少些車租 我就不知為什麼你們行業會 市司機的成員 那麼短視 我等一下會給兩位去介紹 其實還有沒有針對電視 我說完這句說話 是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短說話 不讓政府建議政府發車牌 我是奇怪的 是這樣的 明白 謝謝陳先生的電話 我們還有袁先生的電話 袁先生你好 袁先生 你好 您好 您好 這是電照的士的問題 我想探討兩件事 請說 的士的復步到不到位 第二個問題 就是的士的復步質素 這兩個關係很關鍵 作為消費者來講 起期就必須要打 打車 但是有一次 我自己真是有經驗 我就是那個路程去哪裡 我路程就是 由那一輛馬頭 我從香港回來 打了一輛車 然後我就前往那個王朝 某地方 嘩 他怎麼說 幾步就行了 我想袁先生應該都不止 你一個人聽過這個問題 最後是怎樣 假設 如果那個不是的士站的話 如果那個不是的士站的話 他就要拉門走 另一個就在格蘭酒店門口 人家一大一輩子 拖著小朋友 走著幾包 我估計他會去機場 格蘭酒店去機場 你知道很近 是 他會不會接回 他怕沒有回頭走回來 我看見兩輛的士都是加滿走 當時遊客真的很慶 但是袁先生 對著這些情況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或者電照修訂的牌照 會不會有幫助呢 你覺得這個修訂的牌照 我想就是 就是一個 劃多劃少許 你覺得應該是從哪個方向 是否剛才那幾話說 我們要讓遊客知道 拖載 完全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多些做廣告 有什麼拖載 就叫他 甚至現在的手機 你知道的 很方便 一拍 然後叫他 立刻投訴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電照方面 會不會要求他 真的做回電照為主呢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方向呢 這樣 電照這裏 我做過好幾次 就是很多雨 多雨兩次去過 袁先生 你留下你的電話號碼 你在那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了 拍拍 接著收線 然後在路等他 沉頭大雨 那時候 等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時間 有沒有再打回去 我再打回去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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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情況 我覺得很遺憾 就是 我們澳門街 當然 你這個當頭 那個司機都是自私的 這件事 我是說的 但是能夠吃鹹魚 就要抵得渴 但是很多事情 你能夠服務 帶來整體團結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個個都 好像你現在很簡單 現在深圳這樣 我跟你說 尚專門說 這次司機 一上來 很禮貌 是來的 至於他們的禮貌 得數到哪裏 就可以跟股客溝通 不會跟你兜 以前不是的 大陸 有個免得這麼遠 我知道我不失車 可以了 但是 他又有一句說話 我這次 深圳做了些什麼措施 是不是都是有很明確的要求 或者監獄的 但是呢 有時候上去 他又告訴你 我現在由保安區 潛控機場 有兩條路 另一條路很失車 這些都是應該正常的要求 可能就是 在處罰上 另一條路呢 另一條路很失車 另一條路很方便 你選哪條呢 我明白 其實就不止深圳 我去了很多地方 另一條路 我們最多贊的是什麼呢 現在我要向福田 跟你走到羅湖火車站 這段路是高峰期 我現在唯有載你出去金田地址那裏 即是有選擇給你 你去到地址那裏 你去到地址那裏 你不及三十分鐘 你就去到羅湖口外 剛才有觀眾朋友都提到幾點意見 包括是否蒸發的士牌 就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另外 亦都關於一些的士的規管 或者處罰的問題 我知道這兩件事 兩位嘉賓都可以和大家探討一下 尤其是的士規章 亦都說 今年就會交去行政會討論 零先生 其實這樣看 首先 陳先生和徐先生都有些意見 包括全面開放的士 以及電照功能改變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令到大部分人搭載車 其實這樣看 車主和司機 我在此重申一件事 其實大家是一個策略性合作夥伴 因為所謂車主 其實可能是兩個身份 本身他自己投了牌 有些人都有自己駕駛的 他不可能24小時去做 可能他都會租一間給一些司機去營運 車租來說 其實我覺得 事實是 是市場作的調節 有高亦有低 我相信 也不是說 車主可以控制到 車租有多貴 或者是 的士加價或者生意好 令到車主的車租可以水漲船高 這方面 我覺得全然把利益貸在車主 好像不太公道 因為大家想想 其實現在是開放市場的 公開競求的 其實誰人都可以去投牌 不一定是車主或者司機 有些司機的選擇不投牌 可能會避去一些風險 包括大家想想 其實現在當然 現在百業興旺 哪一個行業都不會有問題 的士也是 大家會想想 其實在沙士或者金融風暴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很多車主被人扔車 有一百幾十部是長期扔空的 沒有人駕駛的 其實這些叫做風險 當你投一部車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計算今年或者明年 如果你投十年 你預計十年的風險 當然相應的投資和回報要合比例 第一 所以我覺得車租永遠是市場的敵 不過他們關注特別的士服務 是否有排費 甚至可以免費 甚至可以公開呢 其實是這樣說 例如全面開放的士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我首先要重申 其實包括很多位觀眾 其實他是想駕駛者有騎車 還是駕駛者有騎車 如果你想駕駛者有騎車 全面開放沒有問題 我也不會反對 但是現在我們探討 為何你坐不了車 乘不了的士 是要駕駛者有騎車 如果現行的的士的營運 模式沒有改變 就算我給你一部的士 你也是一樣這樣走的 即是再多的士都不會進去 你不會改變那個模式 都是向高客樓兩邊有客保證 你要回本 以及你要營運 所以只是馬上要改變那個營運的模式 深化電照和預約的功能 才可以徹底針對性去改變現在打的難 你想想 他沒有辦法在市面走的 或者接到call 他唯一接到call的方法 就是聽電話應朝 其實在這個成功接載的機會 相對是增大 亦都不會分是 第一 舊區或是旺區 亦都不會分你是老弱相殘 只要你接到call 當然現在很多監察的機制 GPS 或者其他很多先進的系統 你有沒有接call 你在哪裏上車 在哪裏落客 一目了然 相信在這方面 要加強的功能 將電照功能重新 回到澳門 我相信大部分人坐到的士 而且這部分的的士 可以面向本地居民解決的士問題 不一定是澳門居民 只要你打電話去 你都會做到這個功能 還有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現在去發的士 200、300步 其實交通會造成濕塞 電照的士功能 剛才有些觀眾都說過 什麼時段 其實你不需要分 有call你就去 相對上 他不會在路面上造成濕塞 在繁忙時間 或者你在需要的時段 譬如說 我請你講 我明天6時會坐飛機 我5時去街路截 不可能 我遇到那部電視在下面 我相信會解決出行難 明白 梁哥怎麼看 剛才陳先生 我想回應一下 其實在去年 政府推出的200步 即使我們從來沒有反對 我們覺得 現時很多司機 希望自己頭彎甲 或者他真的融入不了行業 因為現在很多車都三間了 他想再進都進不了 那麼我們是200步 我們贊成發出來 還有要再檢討一下 發了200步之後 有沒有需要做這件事 我們從來不會反對 譬如 蒸發的士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了解數量 即數量要合理 雖然可以做 但是200步我覺得是合理 所以我們沒有反對 陳先生說 我沒有反對200步 還有現在接下來 現在大約有百多步已經落地 還有幾十步還沒有落地 其實我們看到 現時很多地方都有空的士 政府原意都是想用量來改變質 其實現在很多看 現在這段時間出了百多步 已經開始多了量 多了乘客可以坐到的士 另外剛才陳先生說 時間的的士 其實去廣州 有些公司在做這件事 是真的八至十二 這個科文科學 其實未必用科學 會浪費了很多資源 這個我想 就算提出來 政府也要很詳細考慮 要全天候 如果你只是限時的 正如剛才說 你浪費了後面那段時間 司機怎樣做 一間好還是兩間好 這個需要再考慮檢討 我們還有觀眾朋友 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請快點說 我們時間不太多 請說 是的 澳門今天搞到的士 今次今天那個 這樣的形勢 其實不是司機想搞出來的 是 根本上呢 老實說 我不說什麼奸不奸商 什麼之餘之類 首先要講利益的問題 如果你開的士 你找不到你做不做 嗯 好了 首先我們澳門的那些司長 搞到道路那樣 通道濟心 嗯 好了 你整天罵那些司機 又說不進夠城區 又說不必知如此類 那不如這樣吧 現在你這次有心 好像想 整個波都交給弘益 嗯 好了 這樣講到 講深一層了 那黑的 要不需要負一個部份的責任呢 嗯 你四周圍去挑選 挑選之餘之類 你黑的沒有份 沒有份的嗎 說真的 我以前也是開黑的 嗯 我現在沒有開的士了 嗯 說真的 麻煩你咬下去 那個細聲 你老實說 你現在 你只是針對那個 什麼弘益 說什麼的士 不如你如果是這樣 你政府不如帶頭 你自己走出一間公司出來 嗯 就是自己 聽人也好 什麼之而此類也好 好了 明白 哪個市民需要一輛車 你 即是可以全面開放 但要有特別的要求 是的 我都很同意 剛才那位聽眾這樣說 嗯 你經常說 將個波 弘益一百部車而已 很多嗎 你現在 黃先生 因為時間有限 都想問一下你的問題 其實可能黃的那裡 你都認同 是不是都要做好電照的服務 另外就應該有一些 這些事情 做誰做服務性行業 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另外就應該有些特別的的士 但是你現在知道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今時今日搞到他這樣呢 首先 車租櫃 第二 油價櫃 維修櫃 明白 車主根本上 老實說 保障他自己的利益 是應該的 因為他拿錢出來 學零先生所說 他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 但是很正常 大家都會去 但是你現在壓在低下低層的司機那裡 明白 明白 黃先生 暫時和黃先生談到這裡 還有梁先生的電話 梁先生 請說 請快點 梁先生 我們還有曾生的電話 我們還有曾生的電話 曾生你好 是 曾生 麻煩快一點點 可以說一下你的意見 對黃的那裡的問題 黃的那些 你不讓他 他開頭的牌照 不讓他在街上接客 所以他 如果他不讓他在街上接客 你 要去 客人在哪裡 他就在哪裡 或者你如果再發些的士牌出來 你好像英國這樣就可以了 你 哪個人都可以去拿牌 但是這些牌照可能就要特別的要求 是的 但是你就要 一定是電照的 就沒有連期的 明白 但是如果你 做不到服務 就可能收回牌 因為可能 如果你在路面那裡接客 去抓到你 或者兩三次 封了你的牌照 叫你轉行 這樣 但是那個牌照 或者等於澳門幣1、2萬元 但是你哪個都可以申請 就是牌照費不是關鍵 關鍵就是他能不能夠做到服務 是嗎 是的 你電照的士去到哪裡 你的客人打電話去 他就一定要去 你不讓他出街接客 他又不讓他排隊 一定可以 謝謝曾先生的電話 曾先生都很明白 希望有些特別服務的要求 其實時間都差不多 可以給兩位總結一下 有些什麼期望和黃的要求 或者在的士規章上 是不是有些要盡快修訂 其實是這樣說的 我不是針對黃的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也不是在今天 很之前我已經說 其實澳門是需要有預約功能的電照的士 剛好電照的士就續約 是否可以提升 其實一百步不夠兩百步 三百步 其實我們是說營運模式要改變 而不是說的士的縮量 希望有個分工在這裏 你想想如果全面開放也好 甚至乎每個人都可以駕駛這個牌 其實只要你的營運模式沒有改變過 你駕駛的士 我給你一個牌 你都是向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最賺錢的地方 我就走那裏 所以其實很多聽眾所說的 大致和我說的 都是差不多 你要將功能分開 黑的和黃的要互補不足 其實黑的在娛樂場所或市面走 而一些電照功能的的士 是需要確實去配合整個城市的發展 如果不是 一個叫做國際休閒城市 如何去定位 而且的士其實都是控車很重要的步驟 如果有時臨時的需要 沒有這些的士的服務 可能又刺激了用者的需求 其實除了遊客 本地居民 做一些有出行需要的老弱商產 其實我們應該要照顧 我們需要的 兩位請問 我想回應剛才幾位聽眾 他可能誤解了我 其實電照的士 我知道他規定 在澳門所有口岸賭場 全部酒店都不能夠等客 只是落客 坦仔和路環 是可以讓他上客落客 排車 等於機場那樣 很多電腦的士都公車擲去機場排隊 這個是歷史為留下的法律 我們都不會跟他搏這件事 但希望在未來 如果沒有黃的 或者另外有其他公司 其他集團來搞 或者開頭的士 都要符合一個監管制度 剛才說的評鑑機制 如果你不下一個叫做制度化給他 始終你沒有改善 你說制度化裡面 涉及的士規章修改 如果的士規章修改 是符合到這個要求的 經過立法會或者行政會做到的 我想 除了新營運的公司 或者營運的司機車主 舊的都要遵守法律 算是有機會來改善的士服務 如果你沒有一個機制來監管 始終都是這樣 你再續約或者再開頭 或者都是一樣 其實業界一直都有提及 是不是的士規章 應該有些扣分制 的士規章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 的士規章 其實澳門的原來 其實一向的規章 我不可以說它不足 但其實都是足夠的 單一問題就是執行方面 其實大家看看 澳門大約有三四千個的士 工作證營運 但從來沒有說 給一個暫停 扣分 或者令到它 吊燒牌照 是不是真的過得這麼好 明白 的士規章裡面 其實之前頒布的時候 1998年頒布 我們是反對了一個團體 不如